2011年4月的日本东京 一对夫妻在家附近的公园 陪伴5岁的儿子学骑单车 可没过多久 小男孩的尸体被发现藏匿于 他父亲的私家车后备箱中 种种证据指向男孩的父亲 残忍地对儿子施暴后将其杀害 时隔10年 又发生一起害人听闻的命案 一位有着伤害儿童最前科的男人 被凶手捆绑双手后 徒手将其打残 随后便从高楼抛下致死 杀人目的明确手段极其残忍 当警方来到案发现场时 死者身旁的手机响起 对方自报家门 自己就是杀害这个男人的真凶 只要警方没有查出 10年前杀害小叔的凶手 他就会一直作案 不断地去杀害那些 有着对儿童伤害前科的人 原来在10年前秀树被捕后 一直声称自己是清白的 何况在儿子小叔被害之前 曾接受三年的心脏治疗 幸运的是排到第三年的时候 终于等到有一枚合适的心脏 移植到小叔的体内 所以说如此爱护儿子的父亲 怎么可能亲手摧毁 这来之不易的幸福呢 小叔的妈妈说 自从儿子遇害 丈夫也被捕入狱后 他便立即和秀树 办理了离婚手续 因为他是第一个 发现小叔尸体的人 那天当发现儿子 已经很久没回家后 他们很焦急地到处寻找 恰好碰到了小叔的班主任 经过此地 听闻此事后 班主任也非常热心地 加入寻找 秀树担心儿子 骑着单车跑太远 就决定开车出去寻找 就在这时 英子发现了秀树车 就这样秀树被警方带走 妻子自此抑郁很久 也在没有与之见面 如果说 当初小叔的父亲秀树 真的是被冤枉的 那么真凶杀害一个 五岁小男孩的动机是什么呢 于是 警方找到了当时为小叔 做心脏移植的手术医生 医生回忆 在当时 儿童接受心脏移植手术的成功案例并不多 所以那场手术成功后 小叔就被媒体誉为奇迹之子 但凡是有喜悦的一方 也会出现悲痛的一方 因为一直排队等待心脏移植的 并不止小叔一人 一对等待移植五年的女孩父母 在小叔的手术成功后 非常气愤且激动地找到 秀树夫妻大吵一架 女孩的父母之所以生气 是因为自己的孩子明明就排在小叔前面 却因为在最后一次检查时发现了感染 便把机会给了小叔 这不是一个玩具一颗糖果 能够让人轻而易举地拱手相让 因为对他们来说 自己孩子的生命大于一切 也珍贵于一切 但很快他们便释然了 因为在女儿生命的最后一程 是小叔每天陪伴他 鼓励他哄他开心的 虽然他们至今都怨恨这件事 但是孩子是无辜的 看来女孩的父母对小叔是没有恶意的 随后警方查到 发现小叔尸体当天从那经过的班主任 原来也有过伤害儿童的犯罪前科 不过他的猎行在三年前才被人发现 如今他已接受过法律的制裁 丢了老师的工作后 家人朋友也离他远去 不过在小叔遇害的那段时间 他正在其他学生家里做家访 何况在他的眼里 小叔经常脸色不好 体质较弱 并不能成为他的下手对象 不过他清楚地记得小叔在被害前 和一个年龄比他大很多的男孩 小黑发生过争执 原因是小叔想去制止小黑继续虐猫 眼看小叔不是他的对手 班主任赶紧过来帮他解围 命中大切地死なきゃいけないんだよ 没想到小黑气急败坏地用脚踹小叔的单车 这么多年过去吧 小黑的父母说 儿子越来越叛逆 已经离家出走 作为他的亲爹亲妈 也不知道儿子小黑现在在哪 好在小黑妈妈主动向三浦警官坦白 十年前小黑的确在自己家院子里 埋过一辆自行车 当搜寻队挖开之后 所有人都震惊了 那辆自行车就是小叔当年的同款 因为每辆自行车都会有一个与主人相对应的防盗编号 确认是小叔的单车无疑 日本警方紧急搜寻后 终于在一家破旧的网吧找到了当年的小黑 不过 他也只承认当初虐猫 并且和小叔发生过争执 其余的罪证一概不认 从他短短几十分钟的审讯过程中 可以发现 他其实是一个内心非常胆小的人 这样的人 只敢欺负比自己弱小的人或是动物 而他之所以有那样的行为 背后一定是经常受到比他强大的人的欺压 当晚 石川警官再次接到了秀树打来的隐秘电话 告诫警方如果仍然查不到真凶 他就会再杀一人 于是当晚 警方就发现了小叔生前的班主任 被人用同样的方式捆起双手 暴打一顿 再从高楼抛下 与此同时 除小黑外 警方又查到了一个非常可疑的嫌疑人 为了不错过任何一个关键点 我们在从十年前那场心脏移植手术 开始说起 小叔因为先天性心脏病 生命垂微的那段时间 一个叫小光的七岁小男孩 独自骑自行车去看彩虹 不幸的是路上发生了车火 更不幸的是 没有抢救回可爱的小光 小光的父母为了能够延续儿子的生命 便同意签署器官移植 不过 在这场手术结束没多久 当时小光的手术医生 非常离奇地自杀了 去医院调查时才发现 连这位医生的助手 也在参加完小光的葬礼后 选择了辞去工作 如今 他在一家养老院 负责照顾老人们的起居饮 助手说出了当年小光死亡的真相 当时小光的伤情虽然很严重 但还是有抢救回来的希望 就在十分紧急的时刻 医生竟然选择了放弃 因为他判断 就算成功地抢救回小光 日后这个孩子很大带率会成为一个植物人 加上他当时对心脏移植有很深的执念 尽管助手强烈地阻止 但就在争执期间 小光已经宣告脑死亡 小光的父母为了能够延续儿子的生命 十分悲痛的情况下 签署了同意器官捐赠协议 之后二人也随即分道扬镳 为了忘记惨痛的过去 小光妈妈选择重新组建新的家庭 有了新的孩子 而小光爸爸始终没有走出阴霾 尤其想到那颗鲜活的心脏 会被移植到其他孩子的身上 总是让他念念不忘 于是他不断地请人调查 终于查到 小光的心脏 移植到了当时的奇迹之子 小树的身上 从此 大光先生整个人就好像着了魔一样 放弃了公司高管的职位 心甘情愿地搬到小树家附近 找了一份保安工作 大光先生也毫不掩饰地承认 自己之所以这么做 就是为了每天能在远处 偷偷看望小树一眼 以慰藉自己对小光的 近年宁愿选择相信警察 也不相信和自己相濡以沫的丈夫呢 原来在案发几天后 英子曾在秀树的书房 找到了一些小树被虐待时的照片 也是因此 让他开始怀疑自己的枕边人 当时因为太害怕了 所以 他悄悄藏起这些 没有跟任何人提起过 但如果当初他能够勇敢地 将这些照片交给警方 如今的结局就会变得不一样 因为警方在其中一张照片中 检测到了小黑的指纹 尤其当小黑的母亲 看到这张照片后 似乎明白了一切 当所有人都认为 凶手应该就是小黑时 剧情也迎来了又一次的反转 他的母亲主动去警局坦白 原本 他也以为小黑就是 杀害小树的凶手 但通过这张照片 他可以清楚地认出 凶手的这只手 是属于丈夫的 也就是说 小黑的爸爸 才是虐童案的真凶 原来 小黑从小都会在母亲不在时 遭到父亲的虐待 还会不断地威胁恐吓他 所以这些年 母亲一直蒙在鼓里 只觉得是自己没有教育好儿子 才会让他愈发地叛逆 甚至离家出走 而案发当天 他亲眼看着父亲 在路边热情地拦住了小树 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之下 将小树骗进了车库 事后 为了成功嫁祸给秀树 他威胁自己的儿子 将那些照片藏在秀树的书房 来起了那辆自行车 再将小树的尸体 偷偷放在秀树的车后背箱之中 一切真相大白 水落石出 也到了秀树现身的时刻 他愤怒地带着当年的真凶来到天台 但这个可恶的凶手 一直嘴硬 谎称无辜 为了让他说出实话 秀树拿着力气 朝对方的大腿上狠狠刺去 就在这时 天台已经被大批警察包围 石川警官不想让可怜的秀树越陷越深 劝说他能够将凶手交给警方 接受法律的制裁 被说服的秀树终于放下武器 攀坐在地 他之所以做这么多 并不是想象是人证明自己的清白 而是为了早一天抓到杀害小树的凶手 为他报仇 可是当英子明白这一切 已经太晚 他不停地在秀树面前忏悔 希望能够得到他的原谅 拥挤的案发现场 挤满了记者和看客 当真凶从大楼里被带出那一刻 突然有一个男人快速地穿越人群 直径走到凶手面前 当所有人还没反应过来时 他已经用力气 赐死了即将接受法律制裁的凶手 他就是小光的父亲 那一刻 两个隐忍而伟大的父亲 在对视中读懂了彼此 原来在秀树服刑期间 两位父亲就进行过一次深入的对话 这是铁证悬案系列中 最为震撼人心的一个案子 尤其结尾处 另一个父亲的复仇 和复仇后都无法抹去的愤恨表情 更是直击我们的内心 也许在一个我们看不到的世界 小光哥哥带着小叔弟弟 一起骑单车去看彩虹 愿那里没有黑暗 只有光明 没有病痛 只有幸福 好了 今天的案件讲到这里 我是你们的科代表 我们下期再见